男孩一脸痛苦地躺在地上 等他朝上面看去 一只嗜血的怪物从他的身上靠 只要男孩感到一丝恐惧 必定会成为怪物口中的大餐 原来在一千年以后 地球因为人类过度的开发 已经不再适合生存 于是全球的军事力量集结到一起 成立一只特别行动军 将剩下的人类转移到地外星球 创造新家园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虽然这里资源匮乏 但却住着一群原住民 为了报复人类 他们释放出一种宁为恶煞的怪物攻击人 在几十年的抗争中 人类再度濒临灭绝 直到一名将军的出现才改变现状 在恶煞面前能完全比弃恐惧接近人类 从而带领人类占领了守心心继续生存 可光有一名将军还不够 人类必须培养更多同样的战士为家园战斗 于是抓来一只恶煞关进笼子 打算运往培训基地培养新战士 因为没有见过恶煞的真实面貌 将军的儿子尼克十分的好奇 在战士们的怂恿下慢慢靠近笼子 可恶煞似乎感觉到了人类的威胁 疯狂地放动笼子将尼克吓退 接着发出一声嘶吼 原本以为他们能安全地赶到培训基地 可将军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等他伸出手触控飞船的表面才知道大事不妙 接着命令儿子回到座位上系好安全带 之后他来到驾驶舱 提醒驾驶员附近有小型新风暴谨慎驶驶 因为他发现舱内有引力子震动 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他们已经冲进了风暴群 更糟糕的是 飞船的一号和二号引擎已经被撞回西湖 这样一来就无法躲避飞来的陨石 情急之下将军下令穿越虫洞 虽然他们事先锁定了路西亚星球的坐标 可在进入虫洞前发生了意外 因为一块陨石的撞击偏离了预定位置 等他们钻出虫洞时才发现竟然来到了地球 可此时的地球已经被列为一级隔离区 但要想通过虫洞重新前往预定坐标 没准飞船会被直接撕裂 思索在三后将军只好下令紧急迫降到地球 可就在接触到地球大气层的岔 飞船发生了爆炸 等尼克醒来后 发现船员们无一幸免 在驾驶室的附近发现了父亲 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也被摔断了双腿 而且用来联络救援的信标也被摔坏 为了活下去 他们只能找到另外一个信标联系母星寻求救援 可他却被放在了飞船的尾 而且坠落地点距离这里足有百公里 将军的两条腿都断了 只能寄希望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一千年后的地球已经今非昔比 人类只能靠着呼吸液的辅助才能生存 父亲将飞船上仅剩下的六只都让他带上 接着调整好联络装置 并将随身的武器送给尼克才放心地叫他离开 等尼克翻越一座山头才看清楚地球的全貌 成群的鸟儿阵翅高飞 大批的牦牛栖息在草面 这一刻尼克才明白 地球虽然没有人类 但却更加地充满生机 为了确保儿子的安全 父亲按下按钮启动了远程侦察程序 随着上万只迷你探测器从飞船飞出 他就能时刻提醒尼克身边的危险情况 可即便是这样 尼克的作战服突然变成了黑色 父亲提醒他有一只不明生物在向他靠近 原来只是一只其貌不扬的废贼 不顾父亲的劝阻 薅起一块石头杂群 可没想到这引来了沸沸大决 跟在他的身后群追不舍 情急之下他只能跳近 可没想到河里的生物才更加地可怕